如果凡是愛情就黑骨銘心 不是黑骨銘心 多數都不是愛情 他從來沒有試過好愛情的時候 他就覺得黑骨銘心 其實黑骨銘心是一個頑象 或者是少 或者是不好 其實我都是性格決定命運 性格當然決定愛情 而不是愛情決定性格 大家要搞清楚 如果你說性格決定命運 即是說你是什麼人 有什麼愛情 不會因為你是愛情之後 突然間變成另一個人 所以要慢慢 其實你早就決定了 不是一定要愛情的時候 人常變 為什麼人去看愛情 不是常變 因為愛情是人造的 反而你說可以做一個實驗室的實驗 也可能還可以做一百事等於一百事 即是發生愛情的人 他又不是跟這個世界格決的 他受外部的壓力 我愛我女朋友 但是我周圍的人都不喜歡我女朋友 其實這個已經是影響了 不要說更遠的事情 其實兩個人的內央除非 你是離群索居 否則你周圍的 怎麼都不影響你兩個人 所以其實你 某個程度說 愛情整整一下就變成友情 就變成友情 就變成一個非 或者一般愛情定義的影響 要為對方犧牲 或者是沒有了他不行 我覺得這個是愛情的一部分 但就不一定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你沒有了個人 不行的 你是不是愛他 就是愛你自己 我不是很想去接受這些訪問 我這些訪問 其實看得多是會懷腦的